科學家警告,人類將面臨COVID-26和COVID-32威脅。 在伊朗炫耀低價買春,中國男子租調查。 中國要生三孩,新華社評論區再翻車。 全陳敏爾進京在職,新精華接替王滬寧。 意識分析,增加免疫力戰勝新冠病毒。 美國科學家、冠狀病毒和傳染病專家皮特·霍池, 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的直播節目中說, 一定要徹底研究COVID-19的起源。 否則人類恐怕將面臨COVID-26和COVID-32的威脅,面對更大的疫情風暴。 霍池強調,必須調查病毒的爆發地。 為此應該派病毒學家、流行病學家和其他專家, 前往疫情最先出現的中國武漢市。 他補充說,這些專家必須在現場搜集數據和必要的樣本。 在湖北省進行為期六個月到一年的調查, 完全解開COVID-19病毒的起源。 霍池說,我認為,我們真的需要向中國施加強大壓力,包括可能的制裁, 以便優秀的流行病學家和病毒學家團隊, 可以在中國不受阻礙地接觸動物、人縣、樣本和實驗室。 他指出,2002年、2003年中國南部爆發過SARS, 2012年世界又出現中東呼吸症候群。 現在又有影響全球的COVID-19,科學界有必要徹底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先有能力避免大流行病再次發生。 上週日,前川普政府食品和藥物管理高負責人 斯科特·哥特尼布在《面對國家》節目中表示, 中共一再否認該病毒源自實驗室的說法, 但也無法拿出有力證據講明病毒起源, 同時也拒絕配合專家進行調查。 他指出,中共有機會提供證據反駁實驗室洩漏的說法, 包括提供實驗人員的血液樣本, 提供原始病毒株,提供早期樣本, 但中共當局一直拒絕這樣做。 美國國會參議院,上週五全體通過一項決議案, 呼籲對COVID-19起源進行調查。 眾議院209名議員,近日也致信眾議院議長南希佩羅西, 要求國會徹查病毒起源,並令中共為滿疫擔責。 據台灣媒體報導,一名居住在伊朗的中國男子, 近日在網絡上發佈了大量遼撥 調棄伊朗女子的視像進行炫耀。 該男子還發帖說,在伊朗只要花50美金就可以為所欲為, 而此暗示花幾十元美金就可以跟伊朗婦女亂來。 這名中國男子可能沒想到,他的這番買春炫耀會引起伊朗警方的注意。 5月28日,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波斯語電視台《伊朗國際報》報導說, 伊朗警方已對上述發佈不雅影片的中國男子展開調查。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伊朗警方新聞辦公室負責人科斯拉維, 在接受伊朗國際採訪時表示,伊朗執法部門已通過兩個專家部門對該案展開調查。 報導表示,伊朗的法律和社會觀念都禁止男女之間有分外關係。 在伊朗警方對該中國男子展開調查後,他已刪除了那些朝野警方主義的視像, 並發出一段新的視像短片,就自己先前的不道德行為道歉。 當地時間5月29日,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微博公信號發布一則通告說, 最近有中國公民在伊朗旅行時有違背當地公罪兩族的行為, 還在社交媒體上炫耀造成不良影響,並提醒中國人要專手當地風俗禮儀等等。 這份語言不詳的通告發布後,不少中國網民留言表示, 看完通告傳聞一頭無水,感覺一舊雲,完全不知所雲。 對此中國網友議論紛紛,有網友指責這個年輕人真是被中國人丟架。 也有網友嘲諷中共駐伊朗大使館的那份語言不詳的通告, 認為那個只不過是要展示一下領館一直有作為。 還有網友批評說,黨自己不專手的卻讓人民專手。 中共多年強行實施一胎化政策,導致出生人口暴跌,加上人口老齡化,社會危機越來越突出。 日前,習近平宣布生三孩政策,消息立即登上熱手,並引發網友齊星吐槽。 5月31日,習近平在主持政治局會議時,宣布實施三孩生育政策。 消息一出,幾分鐘就登上微博熱手綁手。 新華社權威快報在一小時就有26萬網友評論,大家耳口同聲地表示, 不是生不生的問題,是高房價、教育資源不足等原因迫使年輕人不能生。 誰喜歡生誰生,我是不生。生一個送套房,看看生不生。 還有網友一針見血指出,福利不到位,又沒有優惠政策,誰生誰笨。 新華社評論區一再上演車禍。 新華社隨即關閉評論區,並刪除大量熱評。 但網友很快將熱評頂到12萬讚,還說,怕人知道生仔激喜民糞是米。 又搞生意搜刪評論,沒事,我們有的是方法頂上去。 新華社還搞生三孩投票,結果顯示,準備好的有118人,已提上日程的有28人,猶豫中112人,完全不考慮的有2581人。 網友說這屆糾菜也不容易老點。 海外網友也加入討論,今天的三孩政策幾分鐘獲得幾萬麻聲,人民的力量五毛是壓不住的。 三孩政策一出來,下面近20萬的評論都是清醒人,現在的年輕人不容易胡亂。 中共二十大換屆前夕,身為政治局委員的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被傳將會離開重慶,進京高升。 較早前有傳聞指具有文宣背景的陳敏爾二十大入常,或接替王滬寧。 香港《明報》5月27日的儲名評論文章說,陳敏爾2017年臨毅授命,出任重慶市委書記後, 重慶官場反覆清洗薄熙來黃立軍孫政才為道。 中共巡視組今年2月集中發佈反貴情況,中共公安部及多省崖批。 而陳敏爾所主政的重慶市,卻罕見莫得表揚。 多維網5月4日分析說,原重慶市委秘書長王滬3月31日轉任重慶市常務副市長, 一般來說,大臂職務的調整與其主觀的職務調整有關,因此陳敏爾有職務變動的可能。 陳敏爾說他是中共人大常委會使用最新扶權,任命副國及官員的第一人。 有廣媒說,王滬寧本屬江派人馬的救市不斷被重提,再加上近年中共內部一直有人 將習近平在國內的強硬作為及國際戰狼路線責任指向王滬寧, 《救責之聲》也陸續出現。 加拿大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Alex Payette 曾經在 網站分析說,王滬寧在黨內高層晉升的道路已到盡頭, 面對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王滬寧說按慣例走人或主動引退 或取代栗戰書成為人大委員長。 醫學期刊報導,新冠病毒在抵抗力不好的人身上,發生重症的機會也會增高。 如果抵抗力夠好,就算被新冠病毒感染,可能也只會是無症狀感染者。 除了政府一直宣傳的措施,還有哪些方法可以積極提升個人免疫力、戰性病原菌? 台灣澄清醫院中港院區小儀神經科主任,胡文龍醫師在Facebook專頁分享了15個 增強免疫力的方法,以更好地對抗病毒。 一、飲食多蔬果,每日至少要吃3份蔬菜和2份水果。 二、適當飲酒。適當飲酒對體應免疫及細胞免疫有益。 紅酒中的抗氧化物成分可保護免疫細胞免受損。 一般成年男性一日不超過2個標準杯,相當於5%啤酒720cc。成年女性要再減半。 三、減少心理壓力。 萬聖心理壓力會降低體應免疫及細胞免疫力。 四、多笑。不僅可以輸解壓力,也可以增加細胞內自然殺手細胞。 五、多食菇類。食香菇已被證實可以增加人體內自然殺手細胞。 免疫球蛋白A、皆白素4等細胞激素,提升免疫功能。 六、淨座冥想。近年研究發現,淨座冥想可以影響細胞免疫、發炎指數甚至老化。 七、營養素充足。均衡飲食,保持在營養充足的狀態。自然免疫力亦會加強。 對提升免疫力還有加分作用的營養素有、身、細、維他命C、魚油和益生菌等。 此外,胡醫師提醒,提高免疫力的方法還有不食煙、常規律運動、睡眠充足、多飲水和維持適當體重等等。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